欢迎观赏GeoVision的产品解说 今天为您讲解的主题是GVSS Control GVSS Control提供许多软体 我们今天将针对这些软体做进一步的介绍 包含在电脑上运行的AS Manager、AS Remote 手机端上的AS Notify、GVSS、GV Patrol for Android 以及网页端的AS Web、TL Web和VM Web 除此之外还会分享一些案例、实际操作、以及常见问题 今天的目标是希望在影片结束后 您可以理解如何通过AS Manager来做到门禁控管 并学会AS Web及AS Remote可以透过远端达成的功能 以及TA Web和VM Web的基本操作 AS Manager是一套由GeoVision推出的门禁管理系统 我们可以透过它监视每扇门的状态 给予每个人不同的门禁权限 提供人资部门出勤资讯 以及管理拜访者通行权 有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基本的网路架构 AS Manager会透过TCP IP连接到Controller 由Controller依据管理者在AS Manager的设定 来做门禁管理 因此Controller也会分别连线到Reader 以及每一扇门一伙是电梯 除了硬体端的连线架构 AS Manager更可以透过网路连线AS Web GVSS AS Remote等提供更多样化的操作机功能 接下来我们会简单的介绍GeoVision 在门禁系统所使用的各项硬体设备 在Reader的部分GF 1921、1922 除了可以使用卡片外 还能搭配指纹辨识来解锁 最多能储存1900笔指纹资料 1921及1922则分别代表电容式及光学式 两种不同指纹辨识模组 客户可以依自己的喜好选用 FR 2020则提供脸部辨识的功能 最高能储存2000笔脸部资料 搭配3D深度感测技术 FR 2020可以在80公分的辨识距离内 依照使用者的脸部骨骼提供准确的脸部辨识结果 FR 2020还能够透过PoE供电 安装时仅仅需要一条网路线 便能同时达到资料传输及供电 第三个Reader则是CR1320 与前两者不同的部分是 CR1320提供门铃的功能 使用者可以透过门铃启用视讯沟通 CR1320也支援PoE Plus 除了网路线之外 不需要额外的电源线供电 DFR-1352是目前GeoVision最细的Reader 能够安装在门框上 DFR-1352及RK-1352都取得了UL294的认证 RK-1352符有键盘 可以使用Pincode解锁门禁 最后一个则是Reader 1251 与上述Reader不同点是 它支援125kHz的卡片 与大部分支援13.56mHz的GeoVisionReader不一样 提供给有不同需求的客户 以上三台Reader都不支援TCP IP 只能透过维根或RS485与Controller连线 当然GeoVision还有提供其他款式及功能的Reader 欢迎至官网查看 所有的Reader都会将接收到的资料 传送到Controller 让Controller来依据资料实行门禁控管 GeoVision的Controller分成门与电梯 两种类别 依照可以控制的门数及IO数量 Controller又分成四个Model 每一个Model都能支援10万张卡片 AS2120、4110、8110 更能够离线储存100万笔记录 EV48则是电梯专用的控制器 GeoVision有提供24个楼层 及48个楼层使用的两种Model 安装EV48后 使用者需要在电梯内刷卡 才能触发被授权的楼层按钮 EV48目前支援4万张卡及100万笔记录 紧接着则是Standalone的Model 所谓Standalone代表它同时拥有Reader及Controller的功能 能够独立作业 现在画面上可以看到的AS1010及CS1320 都是属于单门控制器 AS1010是拆勤管理专用的设备 提供4个Function Key支援上下班打卡及休息开始 结束的功能 使用者更可以透过Jobcode来记录不同工作所使用的时间 CS1320与稍早所介绍的CR1320有着一样的外形及功能 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使用CS1320的客户 便不需要另外安装Controller 只要一台设备便能同时支援门铃、视讯及门禁控管 这个表所呈现的是AS Manager的最低系统需求 依照不同的Controller数量 客户需要使用不同等级的CPU及设备 例如当使用者所连接的Controller低于100台 最少需要安装8GB的Memory及500GB的硬碟 若连接的Controller超过100台 则需要最少16GB的Memory及1TB的硬碟容量 当然若使用较高规格的设备将会提升系统的运作效能及使用体验 最后,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 AS Manager已经停止支援Windows XP及Vista作业系统 虽然AS Manager提供使用者免费下载 但是当连接的数量超过4个Controller 使用者需要付费购买授权 一个AS Manager最多能支援1000个Controller 在AS Manager V5.3退出后 已经可以支援部分Controller使用软体授权 不再需要安装USB当狗 可以避免因为USB硬体毁损所导致的授权失败 这边可以看到的是AS Manager的主画面 最左边呈现的是设备列表 包含Controller、LPR以及Camera 中间8个小视窗则是不同的记录 包含系统记录、门禁记录、操作记录等等 最右边可以看到Camera的即时画面、回放 以及每一条记录的详细讯息 使用者可以任意的启用、停用这些视窗 并按照自己的喜好排列 在AS Manager中提供各式各样的功能及设定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 会快速地带各位了解AS Manager上每一个标签及其附属的内容 在Setup的部分 可以让使用者加入设备像是Controller、Camera、IO Box等 不只GeoVision的Camera 只要第三方IP Camera有支援OnViv、PSIA和RTSP都能被整合到AS Manager当中 在设定卡片通行权时可以划分最多256个时区 以一周围单位和特殊节日的通行权设定 这些依照不同时间的通行权设定 可以指定给不同的SS Group 只要是被加入SS Group当中的卡片 都是用该Group的设定 不需要一张一张卡片独立设定 Feature Access则是用来管理每一个门可以使用指纹及脸部辨识的使用者 在最下方的 Patrol Tools及 Parking Lot 则是启用巡逻员路线规划及停车场即时管理系统 在Setup设定好之后 操作者可以投购Monitoring监看所有的记录 包含门禁、警示、事件、巡逻员状态、车牌辨识系统、停车场系统等等所有的讯息 Tools的部分则是提供操作者其他系统上的设定 在Operators的部分可以新增不同的操作者及其权限 Service则是启用服务给网页 或是远端程式 Notification可以针对每一条不同的记录设定相对应的通知触发 当管理者要整合第三方卡片时 则要点选Code Format Settings 客户最常使用的功能之一便是Notification 在设定视窗的左边可以选取不同记录 当这些记录出现在中间所设定的门上时 便会依照最右边的设定触发通知 包含警铃、电子邮件、录影、PTZ摄影机 及时画面视窗弹出或其他的Io设备 值得一提的是PTZ摄影机 许多客人会安装PTZ摄影机在门口附近 摄影机在平常会监视录影其他画面 但一旦Preset Go被触发 则会转到指定的位置 例如当有人刷卡时 摄影机就会对着门口记录每一个进出的人 Anti-Passback则是另一个常被应用的功能 使用这个功能可以避免不同人使用同一张卡通行 例如当A使用门禁卡进入员工餐厅后 在这张卡刷出餐厅前 B无法使用同一张卡偷渡进去 Anti-Passback有三种模式 一般的Anti-Passback仅允许同一个Controller内的门 Local Anti-Passback则支援多个Controller之间的门 如果要能够追踪使用者的所在位置 则要启用Global Anti-Passback 这样系统便能借由卡片的通行路径 定位卡片使用者的所在位置 除了以上这么多的功能之外 AS Manager也能整合脸部辨识摄影机 做到以脸为卡的功能 借由FWC可以将BD8700的辨识结果 转成Wagon讯号 提供Controller做进一步的分析 而且不止GeoVision 因为转出的是通用的Wagon讯号 第三方的Controller及其门禁软体 也能搭配这套解决方案 轻松升级成脸部辨识门禁系统 若安装现场需要规模更大的脸部辨识门禁系统 可以搭配AIFR做使用 因为AIFR可以支援最高8个Camera 只要搭配8个脸部侦测摄影机 便能大大降低硬体的建置成本 这个解决方案更适用于需要储存大量脸部资料 或是安装门数较多的暗场 最后 AS Manager未来将推出QR Code Reader 搭配第二代的Controller AS Manager可以透过QR Code取得使用者的资讯 并进行门禁管理 若要使用现有的Controller做升级 则需要搭配AS 1620做使用 以上便是AS Manager的基本介绍 现在就带大家来实际操作如何将Controller新增到AS Manager当中 打开AS Manager后点选Setup Devices 选择加号图示来新增Controller 在这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ID以及model必须符合Controller的资料设定 ID的部分可以在Controller的网页端的Function Configuration中找到 今天要示范的model则为AS 8110 按下OK就可以输入基本资料了 首先点选放大镜 能够搜寻相同区网内所有同model的Controller 选择所要加入的Controller后 IP及Mac资料便会自动带入下方栏位中 接着只需要输入使用者 密码以及CryptoKey即可 与ControllerID一样 CryptoKey必须符合网页端的设定 该设定能够在网页端的Other Configuration中更改 初始值为1到8 确认资料都正确后 点选OK便能连线Controller及AS Manager 一直到ControllerList中的AS 8110出现绿色勾勾 即代表连线成功 紧接着我们来谈谈AS Remote 顾名思义 AS Remote是提供远端操作AS Manager的一套软体 与AS Manager最大的差别在于 AS Remote只能操作不能设定 例如AS Remote可以观看Live View及Playback 也可以对门进行强制上锁或解锁 但是无法新增或更改使用者 卡片、车辆等等资讯 通常AS Remote会安装在警卫的电脑 供其操作使用 提供电脑远端操作的软体 除了AS Remote还有AS Notify AS Notify是一套通知软体 可以接通门铃进而启动视讯通话 检查拜访者身份并对门上锁或解锁 这边可以看到的是AS Notify的主要界面 分为左手边的host list 中间的Live View及最右边的门铃记录 最上方则是一些简易的设定及操作按钮 AS Notify支援门铃双向语音 Live View、截图、门锁操作 因此通常会搭配CS1320进行安装 受限于摄影机的连线数量 在未连接到其他软体的前提下 一台CS1320可以连线最多8个AS Notify 除了电脑 手机也能透过GVSS支援远端操作 一个GVSS最多能连线到5个AS Manager 在GVSS中 操作者可以观看到每扇门相对应的摄影机Live View 并对其进行门所操作或检查状态 确认是否有警报被触发 若有人触发门铃 GVSS会收到推波通知 操作者可以直接在手机上接听 并启动视讯通话 画面上显示的是GVSS中可以看到的所有图示 及其所对应的功能及意义 点选摇杆可以直接控制该扇门 而当警报图示亮起红灯 则代表该警报被触发 除了GVSS 在Android平台上还支援了GV Patrol for Android 透过NFC的技术 我们可以将平常所使用的卡片 放置在各个巡逻点供手机读取 也就是说 使用者不必在各个巡逻点安装读卡机 只需要将卡片固定在各个巡逻点即可 除了可以大大的减少安装成本 在更改巡逻路线及范围上也相对弹性许多 画面上的图表是支援GV Patrol for Android的最低规格要求 手机必须使用Android v4.4以上版本 并支援NFC AS Manager的部分则必须安装V5.1以上的版本 可以安装在巡逻点的卡片包含GV ASID Card GV ASID Keyfob GV Patrol Tag 及第三方有支援NFC的MyFair Smart Cards GV Patrol for Android的主要功能如下 NFC验证 也就是用手机在该巡逻点打卡 即时照片回报 若巡逻点有任何状况 巡逻员可以直接拍照、编辑报告 并直接上传至AS Manager 中心化的资料结构 管理者可以在AS Manager查看所有相关资料 还可以透过3Demap进行所谓位置追踪 若巡逻时发生任何紧急状况 GV Patrol for Android可以直接触发即时的SOS 简报寻求支援 最后也是此产品的最大特点 可以轻易地调整巡逻路线及范围 这张图是GV Patrol for Android的主要画面 三个底色分别为三种状态 绿色代表的是巡逻员在规定时间准时抵达巡逻点 橘色表示巡逻员在缓冲时间抵达巡逻点 也就是稍微提早或延后 至于红色则表示巡逻员未在规定时间内抵达巡逻点 视为缺席 讲完了电脑及手机端的应用程式 最后来讲讲AS Manager的网页模式 网页模式依照功能的不同分成AS Web TA Web及VM Web三个版本 会在接下来的影片中替大家解说 首先要支援AS Web 浏览器必须支援IE9或以上的版本 若符合这个规格 便可以使用浏览器透过网路查看与编辑 AS Manager上的资料及设定 AS Web可以做到的功能跟AS Manager没有太大的差别 提供了使用者一个非常便利的选项 AS Web还有提供一些额外的功能 例如 Export Schedule 使用者可以在AS Web上建立时间表 让他定时将资料或是记录以Excel、TXT、HTML或PDF的档案格式输出 并寄送到指定的电子信箱 除此之外 AS Web还支援了3D E-Map 使用者可以在平面图或Google Map上放置各种图标 包含摄影机、门、Io设备,并上传至AS Web 3D E-Map可以协助使用者快速地定位事件发生的地点 所谓的事件包含门的开关、Io触发等等 稍早有提到AS Web能够支援大部分AS Manager的功能 这边就来演示一下如何透过AS Web快速新增卡片及使用者 在AS Web的画面中点选Monitor便可以看到即时的门禁记录 管理者可以直接在稍早的记录上点选右键 并选择New Edit Card 点选User右边的小图示 并选择Assign a New User 就能新增使用该卡片的使用者 输入姓名及基本资料便可以点选OK存取 回到卡片设定的页面后 就可以看到卡片已经与稍早创立的使用者绑定了 这时再按一次OK就新增完成了 现在让我们再刷一次卡 可以看到新的门禁记录上的使用资料已经更新 TA Web 则是拆勤专用的网页 使用者可以透过这个界面管理员工的出勤表 生成各式各样的出勤报告以及薪资计算 在TA Web 上只有7个图标 透过这几个图标 使用者可以很弹性的指牌拆勤时间 使用时薪计算系统计算薪资 查看员工的出勤记录 以及输出拆勤报告 接下来我们会快速的讲解如何设定 操作TA Web 可以看到右边的流程图 使用者要先建立TA Shift TA Template 以及Schedule 来创立出勤颁表 然后再针对Holiday设定特殊节日的出勤规则 最后在TA User设定完新之后 就可以汇出TA Report了 第一步TA Shift 在这边可以设定每日的行程 例如9点到18点为上班时间 午休时间为12点到13点 至于 Advanced Period 及 Extended Period 则为允许打卡时段 比较特别的是下班时段有一个Overtime Buffer Period 及 Second Rate Applied 若员工于Overtime Buffer Period前打卡 则被视为正常下班 若超过则被视为加班 超过Second Rate Applied时间点 则会启动第二阶段加班 此功能适用于使用两阶段加班新资的颁表 设定完TA Shift后便可以设定TA Template 简单来说便是把每日行程安排到一个循环之中 例如周休二日 做二休二的轮班模板 这边的天数可以透过Period去做更改 最多能以45天为一个单位 第三步的TA Schedule 则是将上述的出行班表指派给每个员工或部门 并设定开始日期 透过TA Holiday 标记特殊节日 并针对每个节日做该日班表的更动 TA User 则是针对每个员工设定时薪及加班薪资的地方 Overtime Hourly Pay Second Rate 便是稍早在TA Shift提到的第二阶段加班时薪 所以一个员工最多可以设定三个不同时段的时薪 最后TA Report便是提供管理者输出报表的地方 管理者可以基于各种资料生成不同的报告 搭配Export Schedule 管理者还能设定寄送时间及Email TA Report所能输出的报表如作图 这边我们会快速的带过一些较长使用的报表 在Schedule Template 的部分 有Employee Schedule 及Unscheduled Employee 分别可以输出员工于特定日期的班表 以及特定日期未排班的员工 Time Template 则有更多不同形式的报表 我们挑其中三个做举例 Daily Time Card 可以列出特定日期下 员工的上下班时间 Time Card List 提供管理者各种过滤条件 以找出有特殊状况的记录 例如迟到早退或忘记打卡 Average Hour Summary 可以提供员工的平均工时 Payroll Template 能帮助管理者列出所有与薪资相关的报告 有列出指定部门员工在特定日期区间实行明细的Payroll List 也有指定日期区间内特定员工每日实行明细的Employee Payroll 还有帮助管理者显示每个部门平均支付薪资 及百分比的Payroll Summary 在报告中 管理者常常会看到一些注释 用以代表迟到、早到、晚退、早退、加班等 这些注释不仅让管理者一目了然 更可以透过这些注释在Time Card List中 当作筛选条件 以找出有特殊状况的记录 增进拆勤管理的便利性 VMWeb 网页上的最后一个功能 这是一个访客管理页面 提供访客自行注册拜访的时间 并针对访客的拜访记录提供搜寻功能 登入VMWeb 之后 管理者可以创建访客的资料及通行权 搜寻通行记录、牵到及牵腿 画面上看到的是登入后的画面 管理者可以透过不同的条件去搜寻所有拜访者的记录 在访客到访及离去时 管理员可以在网页进行牵到及牵腿的动作 以记录收发卡片的时间 除此之外 也可以事先在拜访者会刷的最后一个Reader 设定自动牵腿 一旦访客在该Reader刷卡后便被视为牵腿 管理者可以创立不同的账号 并给予不同的权限来管理此图上的四个不同的步骤 创建访客档案 指定拜访时间及地点 确认与授权 收发卡片 这边可以看到的是第一步骤 创建访客档案 除了输入基本资料外 可以上传访客的照片 及绑定访客所使用的卡片 剩下的步骤 指定拜访时间地点 授权 收发卡片 都可以在这个画面中完成 最后 除了从管理者端直接创建 拜访者也可以透过网页 线上注册并提交拜访申请 首先管理者要先设定邮件伺服器 访客便可以透过邮件注册 激活帐号 提交拜访申请 管理者收到申请后便可以直接对其进行授权 第一步 设定邮件伺服器 此伺服器的用途是在访客注册帐号后 即发确认信 在右上角的部分 可以看到确认信的内容提供管理者自由编辑 一旦邮件伺服器建立好后 所有的访客都能透过这个画面注册帐号 并输入收取确认信的信箱 提交帐号申请之后 访客的收件信箱会收到确认信 只要点击信箱内的网址便能激活帐号 帐号激活之后 访客便能登入系统提交拜访申请 影片结束 感谢您的观赏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按赞、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 如果有任何技术或销售问题 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再次感谢 我们下次见